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连任失败 去年11月份 他宣布将参与来临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昨天他出席每年一度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然后他就把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描述成一场 关乎国家未来的生存之战 还说这是解救美国最后一次机会了 特朗普在长达100分钟的演讲当中还提到 美国人已经厌倦了全球主义者 他们希望看到的是美国优先 另外 目前已经启动造势活动的特朗普 最近还有一个引起争议的新稿作 就是他跟20名有份参与国会暴乱的嫌犯 共同演绎了一首歌曲 歌名叫做 《所有人享有正义》 《Justice for all》 严格来说 特朗普是负责歌曲当中朗诵的那个部分 好 那说回来 英国卫报的报道就指出 特朗普推出这首歌是试图将闯入国会的那些暴徒 描述成受到国家迫害的抗议者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名法学教授就认为 特朗普其实是在用爱国主义来掩盖他的谎言 无论如何针对外界的批评声浪 特朗普的心情丝毫不受影响 他昨天还在活动上告诉支持者说 如果自己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他就能摆平好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 扬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昨天在美国保守联盟主办的年度会议上 信心十足地说 如果自己再次出任美国总统 他有办法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战争 因为只要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需要的是什么 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件事 进而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另外有着巴西特朗普称号的巴西前总统 博尔索纳罗也惊喜现身同一场活动 同样在总统选举中落败的博尔索纳罗 在演讲中表示自己的使命还没结束 似乎在暗示自己会重返巴西政坛 无论如何外界认为博尔索纳罗的现身 间接代表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恐怖 同时也让人好奇 接下来两位狂人前总统还会有 有什么新搞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